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雅典的领导下团结了起来 击败了波斯人的侵略 那也就是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里面演的那场战役 这次大战以后 雅典成为了希腊的霸主 同时也开启了希腊艺术的第二个时期 那是刚才讲的古典时期 然而仗是打赢了 但城市也被毁得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在伯里克利的带领下 希腊人开始重建家园 雅典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重建被波斯人烧毁的神庙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帕特农神庙 那伯里克利把设计神庙的工作 交给了一位著名的建筑师 他名字有点长 叫做伊克提诺斯 然后又把制作神像和神庙雕刻装饰的工作 交给了他的一位好朋友 也是艺术顾问 叫做菲迪亚斯 那菲迪亚斯呢 是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 他最出名的两件作品 分别是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娜神像 和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 可惜这两件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虽然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雅典娜神像 在罗马时代的复制品 但是肯定不能和原作相比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这个神像的样子 他其实是有文字记载的 那据记载呢 菲迪亚斯的原作 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木头像 大概高11米 那女神的皮肤呢 是象牙座的 穿戴着黄金包裹的铠甲和头盔 和古罗马的复制品上 空洞的眼睛不一样 原作的眼睛 其实是镶嵌着彩色的宝石的 其他部分呢 都涂上了鲜艳的色彩 听到这里可能你会纳闷 古希腊雕塑不都是白的吗 那其实古希腊雕塑 大部分都是上色的 而且涂的还很鲜艳 很俗 那就和我们老祖宗的兵马俑一样 因为时间久了 所以附在上面的颜色逐渐剥落了 那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古希腊雕塑 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 纯白色的大理石 这其实是一个被误解了 几个世纪的概念 今天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 菲迪亚斯的亲手原作了 不过帕特农神庙门眉上的这组群雕 还是值得注意的 比如说这三位女神 那之所以他们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坐姿 就是为了契合帕特农神庙上的三角眉 它原来是被安放在三角眉最右侧 所以他们要蜷缩在那里 肯定你会注意到 这三位女神的脑袋已经没有了 所以也看不出是什么女神 不过呢没有脑袋其实也有好处 这样我们反而能够把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雕塑的衣服上面 这件雕塑最大的亮点 就是女神衣服上的褶皱 女神身上穿着希腊式的长袍 就好像是从水里刚刚捞出来一样 她们紧紧的贴在了女神的身上 长袍呢本该是起到了遮蔽身体的作用 但在这里长袍的褶皱贴合女神的体态 而微微起伏变化 反而衬托出了女性身体的曲线美 给人一种风浴健康的感觉 光从这些褶皱其实就能够看出当时艺术家的造诣了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雅典未成 已经只剩下一堆残垫断壁 但就是这些残损不堪的东西 无论把它放在什么时代 它都能够代表古典艺术的最高峰 在菲迪亚斯之后呢 最著名的雕塑 就是米龙的制铁冰者了 因为与之前静态的雕塑相比 米龙的这座制铁冰者 让雕塑整个动了起来 雕塑家选择的恰好是一个运动员 侧转身到极点的那一刻 那铁饼也被摆到了最高点 好像下一刻铁饼就要被抛出去一样了 它记录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动作 但它丝毫没有一丝不稳定的感觉 就好像被点了血一样 能够定住这一套动态中 最惊心动魄的一瞬间 一直是后来几个世纪以来 艺术家们所追求的 而在古希腊人那里呢 在2400多年前就已经做到了 那么古希腊人又为什么会 雕那些运动员的雕像呢 这里就要讲一段历史了 古代希腊主要是由城邦组成的 那么除了之前提到过的 雅典和斯巴达 著名的城邦 还有克林斯啊 迪比斯啊等等 那么这些城邦 只有在强大外敌入侵的时候 才会团结起来 对吧 变成一个国家队 平时呢 他们就是关起门来对打 而且一言不合就开打 因此统治者需要很多 有健康强壮 体魄的人民来打仗 所以呢 政府就打出了一个全民健身的口号 古希腊人开始以健身为荣 甚至把是否参加体育活动 作为优秀公民的标准 在那个时候啊 如果不办一张健身房的卡 都交不到朋友 为了鼓励人民健身 政府还会给一些在竞技比赛中 获得优胜的运动员 立雕像 给他们纪念 古希腊人认为 完美的肉体 是受到神的庇护的 或许 这件制铁兵者 就是当时这个项目中 夺冠的某位运动员吧 因为 制铁兵者的原作呢 应该是青铜制造的 那青铜制造的 古希腊雕塑 流传下来的 本来就非常非常的少 他们不是被基督教时代 当作异端砸毁呢 就是在金属短缺的时候 被销毁 融掉 米龙的这件作品 恐怕也没有逃过厄运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雕塑 其实都是古罗马时期的 大理石复制品 尽管古罗马时期的复制品 可能达不到一个 原汁原味的还原 但反过来想 如果没有古罗马的山寨货 那么我们今天甚至看不到 这些古希腊雕塑 大概长个什么样子 所以说古罗马 它的山寨货 其实对艺术史来说 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贡献的 同样一个题材的古希腊的雕塑 那么在古罗马时期会造好多个 因为大家都在临摹 那么这里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就有这么一个制铁兵者 如果你看过很多制铁兵者的话 会发现这个制铁兵者的样子 和其他家的不太一样 奇怪了 明明大家都是照着米龙的原作复制的 偏偏就他这座运动员的脸是朝下的 其实大英博物馆的那座雕塑并不是完整出土的 在出土的时候 他就没有脑袋 那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 当然也是出于好心 希望这座雕塑能够一个完整的样子试人 所以拿了一个毫不相关的雕塑的脑袋 安在了他的身上 更加乌龙的是什么 这个错误的姿势 后来反而被不断的展出 还被英国人拿来用在了 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的海报上面 这也算是一个国际玩笑了吧 可见号称严谨的英国人 其实并没有那么严谨 所以说复原出土文物 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千万千万要谨慎 这也是为什么 卢浮宫里面的维纳斯和胜利女生 至今还是残疾人了 大家不敢动他们 久而久之呢 反而发现缺陷 也不是为一种美